青藏高原有多重要 能养活我国14亿人口 你相信吗 事实上这一点也不夸张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青藏高原的厉害之处 图中南兽区域这里就是青藏高原 可以看到它坐落在我国的西南部 周围山脉环绕 北部有昆仑山 阿尔金山 齐连山 东部有横断山 南起喜马拉雅山脉 西大帕米尔高原 中部还有我国的聚宝盆 柴档布盆地 青藏高原包括青海 西藏的全部 南部和四川西部 这里雪山连绵 冰川广部 远看四山 近看城川 它是世界最高的高原 也是我国最大的高原 占我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 高寒 缺氧 冻土 是它鲜明的特色 乍一看 这里确实是个不适应人类居住的荒芜之地 然而它却以一己之力 养活了我国14亿人 这是为什么呢 从所周知 民以食为天 农业离不开优廉的光照 热量 水分 土壤 地形 等自然条件 青藏高原 冲击形成的很多肥沃的冲击散和冲击平原 例如 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 八百里洞庭湖的洞庭湖平原 湖北的江汉平原 江西的婆阳湖平原 以及更广袤的长江三角洲 这里都是我国的云米之乡 另外 齐连山脚下的甘肃河西走南一带 一片又一片的绿洲 以及昆仑山脚下 新疆塔里木盆底边缘的 一片又一片绿洲 这些平原沃土的来源离不开青藏高原巨大的落差和禁流输送 可以说青藏高原补育了我们 而青藏高原本身的农业主要分布在湛南谷地和黄水谷地 这里养育了西藏青海等省份的人民 目前温室农业也频繁发展 其次青藏高原也是我国气候的天然调节器 纵光北纬30度 除了我国以外 无一例外都有沙漠地区 例如北美的北美沙漠 西亚地区的沙漠 还有非洲最大的沙漠 撒哈拉沙漠 以及印度的塔尔沙漠 这些地区受富热带高气压控制 所以降水少是热带沙漠气候 而我国则面朝太平洋 由于海陆热力性质差异大 形成了世界少余的季风气候 夏季高温多雨 非常适合农业的发展和人类的生产生活 而青藏高原在其中就起到了井上添花的作用 它阻挡了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卵石气流北上 在迎风波一侧形成丰富的地心雨 滋润了东部和南部的广大地区 而且夏季加强了低压的存在 吸引更多的海洋水汽过来 增加了东亚和南亚的降水量 对印度而言 青藏高原可以阻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潮 可以说庇护作用非常大 要不然印度的冬天远比现在冷得多 另外青藏高原如同一座孤立的索岛 使得东半年西风气流分成南北两支 绕流汇河 形成北极南朝的环流形势 北枝西风气 加强西北部冷空气的势力 南枝西风潮 促使富乐带风气的活动 形成著名的空明准净之风 归阳天吾三日行的天气现象 就是冬天受到了空明准净之风的深刻影响 除此以外 青藏高原还是亚洲水塔 这里水资源极其丰富 河流 湖泊 冰川 积雪 地下水等 应有尽有 青藏高原湖区共有大小湖泊1500多个 其中面积一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 1091个 总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 大于10平方公里的湖泊 有346个 总面积为4.28万平方公里 约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49.5% 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就坐落在此 另外 这里是亚洲很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 例如长江 黄河 南长江 雅鲁战步江 陆江等等 此外 流过国际以后的魅宫河 印度河 恒河等 也都是发育于青藏高原 所以说青藏高原 补育了一大又一大的中华而言不说 也补育了其他国家的人民 另外 青藏高原还有许许多多的自然资源 例如煤炭 盐巴 油瘦金属等矿杄资源 太阳能 风能水能等人院资源 还有很多动植物资源等等 不胜美主 总之青藏高原是我国的财富 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